新北市U-bike騎乘人翅破譯 新北市長侯友宜開心主持破譯記者會 創下綠色運輸的新高紀錄 而第一億人翅的幸運兒是江先生 住在板橋 騎U-bike搭業車要到台南旅遊 根本沒有想到會這麼的幸運 侯友宜市長說新北市創下的紀錄 不只是騎乘人翅 還有533個設站點 和1萬多輛的腳踏車 都是全台最多 新北市為了讓永續環境 低碳節能的城市不斷的往前走 我們不但在我們的自行車道 在都會形態裡面不斷的開闢以外 我們最重要也要開闢我們的 河濱自行車道 來連結我們的大眾運輸 讓河濱車道騎起來非常舒服 非常快樂 民眾可以非常非常的喜歡 新北市從103年啟用U-bike 平均每輛車每天有6個人借用 為了打造綠色運輸環境 環保減碳 預計8月份串聯河濱自行車道 和市區自行車道 打造綠色的通勤廊道 不管上下班還是運動 都能夠藉由U-bike達成 可以說是全國第一的使用率 也使用量最高的 那新北市有553站的U-bike站 那有16000個U-bike 更重要使用的人次 已經每天達到10萬人次 這樣一個累積很快我們就達到1億人次 另外慶祝新北市U-bike騎乘破1億人次 交通局也舉辦了情意相挺 再創奇蹟加碼鎮獎活動 每期10次就有一次抽獎機會 就能夠有機會把iPhone帶回家 數位天空新聞 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